詞曲 字幕 李宗盛 我們以前在學習美術的時候 常常有句話叫做 你究竟是在練苦功還是苦練功 那练苦功可以帮助你的功夫提升 你苦练功只是永远僵致在那边 然后越练是越苦 越苦是越僵致 然后依于各方面的人情事故也好 跟你自己的所谓厉害得失 面責问题 什么执着 这些等等的作用 你还是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这种生命状态没有什么发展的 没有什么那个美果会产生的 所以在练功叫做练苦功 因为到过来说苦功你知道它有一种难度 要去面对 那你知道所以你会想要去克服 所以它不是埋头苦干 不是埋头苦干 那我们现在就是也谈不到这个 有时候你们现在在讲的这些问题 都有一些前提的不理解 什么前提 就是你依止了一个上师 其实这句话根本不存在 因为根本没有依止一个上师 你只是有接触一个你以为的老师 也许他真的是善知识 可是你以为他是善知识 你刚才你是以为的时候 对你的生命体系他就不是善知识 对啊 那你以为你依止了他其实不是 你只是赖批着他 依赖着他 对不对 只有一个心定的问题 对不对 那赖是什么 依赖 依赖就是 就是巴着他希望他能够给我好处 对不对 那常常给我的好处我的需求都是 我生活当中我的欲望 不能满足的那些 我 巴着他希望他给我一般事实讲叫做求保佑 依止不是求保佑 依止是有一个稳定的心境 然后依从他 给你的教诲 你用这个稳定的态度去执行 你有一个执行的层面 那你因为遇到他所以你的心 平了 对不对 你必须要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感受 你才能够称得上依止 那么我们现在人不是我们现在人就是 假设说慕名者重嘛 知音者息嘛 我们慕名而去 听说一个人跟他接触也不错 对啊他也常常能满足我很多的欲望 对不对 那你看满足了一个还要满足两个 满足了三个四个之后 第一个欲望又有缺口了 又要回过头来修补第一个欲望 又要满足一下 你看永远在这种框框里轮回 这个就不叫依止 为什么 因为你这种生命状态 你遇到这一个 假如他是三知识 你遇到他你心还是浮动的 你不会因为遇到他 他讲得到明白 所以我有一种放下的态度 有放下的态度你才有依止的气息 所以你的心才会越显平静 那心越显平静 这个平静出来了 你才有办法真的学法 而不然你浮动的心理是没办法的 你顶多就是 我以前常常讲的要瞎搅祸 跟着一个老师 他讲的道理你也觉得很好 很好可能是一个预言吧 对不对 并不一定你的生命体系真的是珍惜他的 所以你也会接触不断接规 可能在这个时空 也算幸运没有遇到别的 也没有别的机会 或者是也算悲哀 幸运跟悲哀有时候是两道路 对不对 两道路又同会归于一点 为什么这样讲 悲哀是我也没地方去 幸运是我也没地方去这样 刚好就这样吧 对不对 你说你有没有方向目标 没有 通通没有方向目标的 所以依止他是有一个方向目标的 依赖没有方向目标 所以第一句话他都还没完成 他怎么可能会有后面一大串的说 我们以为自己很认真在学习什么 做功课什么的 就没有这些 那个都叫做盲修下令 你懂意思吗 你不是拿了一本经来 一直看一直看 你就叫做功课 你要看得对 对不对 那光是看得对 可能有的人就琢磨了四五十年 看得对 要不然你说 我们认识很多婆婆妈妈以前 他们都比我们以前 找接触佛法找学佛法 他们都比我们认真 对不对 花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念经 念了四五十年 还是烦恼又绿千瓜 对不对 不但没减反真 对不对 那些经到底是真假 他也可以跟你背金刚经 也可以跟你背弥陀经 也可以跟你背地帐篷运经 对不对 你有可能都还背不出来 那他功课做得足不足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苦练功 的苦练 浸泡在里面而已 那这个浸泡是死水 死水 死水长重生菌 对不对 浸泡在里面 你可想的 其实未来会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是要有真正依止的概念 你才有办法依循他告诉你的方法去做 这时候才达成真正的功课 而不是听依赖 或者接触一个老师 然后他讲了很多的理路 然后你提明白 你的明白是你知道这些了 对不对 那我常讲的这些是所谓的知识尝试 那你就自己拿去用 对不对 那时候 是不成熟的 那时候就看是一种概念叫赌博 有的人刚好赌到 对不对 赌到 赌到就是刚好对了嘛 那是幸运嘛 多数人那个理论方法 没深入 态度没深入去理解透析 他拿起来用就用错 所以就没效果 是这样 所以一直得先搞清楚 对啊 我要上不上师是称谓 对不对 加个上师 就是符合医子 对啊 你医子吧 医子就是 到这边嘛 再也没有了嘛 对不对 再也没有了 那你才能叫这个人上师啊 不是他要你叫他上师啊 是你有医子 指就是没有再往上的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最顶层啊 你选择这个老师 我再也没有别的 那他叫做上师啊 你懂嘛 那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对于这些名词都是 人家怎么叫我们就怎么叫嘛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那个深厚的毅力在哪里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很顶多 你们在叫上师 或是有人叫上人 什么 但是名词 顶多就是什么 就是老师啊 我们世间概念的老师啊 还是这个时代世间概念的老师 而还不是古时候的老师啊 古时候老师 面对老师的那种尊重度 是极度吻合的 我们现在的老师是 哪一天也就是奴才嘛 我要 我要汇一个东西 你要帮助我汇嘛 啊 随口随到嘛 对不对 哪有以前 以前这种教学 哪有 家长还要去跟老师理论个什么的 还有家长还要教老师 指导老师教我的小孩 那他就不叫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 这个名项的概念 都跟以前不一样的 所以 学习很多状况 得要先把 你自己在学的这个人 得先把这些名项 的定义 先定义出来 你才能依权他去做 那才能讲到后面那个 那怎么这个做功课 到底有没有效果这个东西 因为 你没有前面那一段 你的理论方法 方向一定错 你没有前面那个一指 真正的一指的态度出来 你一定没有很长的持续力 你没有 那 你看 你理论 方向要正确 理论要正确 对不对 方法要正确 方法里面包含了态度 对不对 态度 就包含了你的 你的那个概念 认知的概念 你的用心 你的精力要怎么运用 你又没有保持很长 简言之叫做精进 对不对 精又进 对不对 精是砖 砖是医 静是不间断往前运作 对不对 这个就是方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关键 具足 绝对不会有那些问题 可是 怎么学那么久 还是没怎么样 绝对不可能 如果我们学很久 还觉得 怎么 老半调子 没什么效果 对不对 这个一定是你的方向理论方法搞错了 里面必然有错的部分 对啊 好 那医子上师帮你达到这三个 对不对 医子 而不是依赖 依赖上师 他帮你 你还是达不到这个 因为是你的心态有错 对啊 那个方法上有错 所以这里面参数要 简言之 如果你在讲佛法上修持的话 他要百分百 精准 百分百哦 差一点都不行 差一点就到不了位嘛 就以前我们讲的 竖 一条线 哦 从底下上去是佛 对不对 你差一点都就不是啦 差一点都你运作越久 距离越遥远啊 那不是啊 所以都在调角度啊 那调角度 而不是叫你蛮干呢 对不对 你一直一直往前行 叫做蛮干呢 可是会的是在调角度啊 调对的在 在走 你走一步就是达到一步啊 走两步就达到两步啊 你只要角度错 对不对 你很努力 他就加速你背离嘛 背离 这两点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远 本来还很近 对啊 所以 遗址很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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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